大家好 现在开始我们的Pandas唯一的1.0版本的使用教程 本节课程我们讲一下如何使用Pandas删除行和列的操作 首先我们导入Pandas模块 接着我们引入一个实例数据集 DF数据框 然后它的列是大A大B大C大D 所以是小A到小J 如果我们想删除某一行 比如说第一行 我们可以使用招呼函数 这个时候A行已经没有了 招呼函数是默认有个轴 然后是轴等于0 我们可以看一下是不是 它和下面是一样的 也就是我们指定0轴 然后A行 如果我们比方说删除A列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指定轴为1 大A 删除列 列的轴是1 这个时候A列已经删除 还有比方说我们想删除某一行 比如说C列中有个浪值 我们把这一行给删除 可以使用 招呼A 这个时候 激烈的 还有None指的已经没有了 但是呢 我们现在显示的数据已经删除 在原始的数据框中 DF这个数据框并没有删除 还是原来的样子 如果我们想在原来的数据框中 把某几行某几列删除 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说 我们可以给数据框起一个新的名称 比方说我们起为DF1 删除A行 那么DF1已经没有A行了 我们也可以删除A列 要指定轴位1 A列已经没有了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在原始的数据框中 使用Inplace函数 比方说删除A列 原始的数据框已经没有A列了 我们还有一种方式是使用DL函数 比方说我们删除B列吧 现在原始的数据框中B列也没有了 好了 本次课程我们讲了Pandas 如何去删除行操作和列操作 以及在原始数据框中去删除行和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